同学你好 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 形态学是语言学的分支 研究对象为词 那么究竟什么是词呢 从语言学的角度如何给词进行定义呢 这是我们这一节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WORD在下面几个句子中的使用 A. Diese beiden Wörter kenne ich nicht B. Dieses Wort ist ein Substantiv C. Das Stuttgarter Zeitung Corpus enthält ca. 40 Millionen Wörter D. Bei dem Lärm kann man ja sein eigenes Wort nicht verstehen A. Wörter der Dankbarkeit 其中A,B和C中的WORD是词或者单词的意思 而D和A中WORD是话语的意思 上述五个句子所展示的是WORD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 在语言学领域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对词的定义也不同 每种词的定义都有令人不满意之处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实例来看一下 首先,词是用空格格段的语言单位 如果依据这个定义 那么句子Där Sturm, Hörte Auf 应该包含四个词 其中Hörte和Auf应该算作两个词 但是Aufhören是一个可分动词 在句子Där Sturm, Hörte Aufhören中 Auf和Hören作为Infinitiv写在了一起 这个句子包含了四个词 Aufhören算作一个词 第二,词是句子中最小的可移动和可替换的单位 然而,并不是所有词在句子中都可以被移动 比如,在句子Eer ist leider sehr schüchtern中 sehr一词是无法被移动的 第三,词是独立存在的最小单位 这个定义的不足是 一些词自身就包含能够独立存在的单位 比如Muttersprache 由Mutter和Sprache两个部分构成 其中Mutter和Sprache同样能够独立存在 目前,在语言学领域对词的定义很丰富 但是尚未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对于词的理解不同 并且每一种定义标准都有其局限性 那么,我们如何区分一个词语的不同形式呢? 如何计算句子和篇章中词语的数量呢? 下面我们以Frau和Frauen为例 我们首先思考一个问题 Frau和Frauen是同一个词吗? 我们在查阅词典的时候 词典中只能找到一个词条 Frau Frauen是Frau的复述形式 它们在词典中的基本单位都是Frau 从这个角度出发 Frau和Frauen是同一个词 Frau和Frauen两个词的语法特征不同 一个是单数,一个是负数 从这个角度出发 这两个词是不同的 我们对词位和词形进行如下区分 词位是词汇中最小的抽象单位 它可以以词的不同语法形式出现 词形 词在句子语境表层结构中 具体的语法形式 它根据时态、数、格、人称等发生变化 成为词汇形式 我们通过下图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词位和词形的区别 其中 Torm是词位 它能够以不同的语法形式出现 如 一格单数 Dirtorm 二格单数 Dirtorms 三格单数 Dentorm 四格单数 Dentorm 一格复数 Determ 二格复数 Dertorm 三格复数 Denterm 四格复数 Determ 因此 这些不同的语法形式就是词形 此外 为了能够更好的计算 句子或者篇章中的词的数量 我们还需要介绍形符和类符两个概念 首先看下面这个句子 Wenn hinterfliegen Eine flieger fliegt Fliegt Eine flieger Fliegen nach 我们仔细观察这句话 可以发现 这句话包含11个词 即 Wenn Hinter Fliegen Eine Flieger Fliegt Fliegt Eine Flieger Fliegen 还有Nach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数出句子中所有词出现的数量 来计算的词数 被称为形符数 我们接着观察句子中的形符能够发现 Fliegen一词出现了两次 Eine出现了两次 Flieger出现了两次 Fliegt出现了两次 在句子中 重复出现的形符 重复出现的形符只能算作一个类符 因此 这句话包含了七个类符 Wenn Hinter Fliegen Eine Flieger Fliegt Fliegt Nach 我们在进一步观察句子中的类符 两个Flieger和两个Fliegen的词位都是Flieger 那这句话包含了六个词位 我们可以通过右图清晰地看出这个句子中形符、类符和词位以及其数量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首先在语言学领域对词的定义很丰富 但是尚未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 第二 词位和词形的区别 第三 形符和类符的区别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